今天我们来完成一部小写意作品 画在运用颜色上是非常讲究的 在着色的时候也要像用墨一样 在和用水用墨都是牢牢的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在着色上非常忌讳平涂 要有平涂的变化 用笔的过程中 颜色的时候也要像甜墨一样 前面我们也讲究过笔墨的用色问题 就是说在着色的时候 同样要体验出笔的韵味和浓淡的轻重 要显现出来 调色就是把不同的色相调和在一起 我们在着色上一定要流出这个壶的光 这样就显得这个壶非常有立体感 在着色和用墨一样 一定要有轻重 然后可以用淡水接一下最后的时候 画一下瓜子 让整幅画有情趣一点 把生活的趣味都能可以显现出来 在色彩的熟练运用中 因此在上色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几种最基本的方法 在中国的送源 凿色的运用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讲究 强调的 也是到了文人画兴起的时候 在颜色上显得就丰富多彩了 而且是比较随意 更加贴近生活 以至于发展到今天 也有非常多的着色的方法 也创造出了新的方法 在使用中国画的时候 更加的丰富多彩 在我们这个讲学中 画面更加丰富 调整画面的时候 也要采用一些方法 而这种方法 往往是我们每个学画人的 牢牢掌握的